《蜗牛探西游》第189次期 文迁的蜗牛散步孙悟空跟随唐僧取经 历经9981难 终于到了临山 虽然历经有屋子经书风波 但好歹完全了使命 如来按功行赏 如来是这样评价孙悟空的 孙悟空如因大闹天宫 无以甚深法力 压在五行山下 敬天灾满族 归于世教 且习武引恶良善 在图中炼魔强怪有功 权忠权使 加生大直正国 如为斗战胜博 大家在戏品读着句话 里面深含内容 真实提示了如来当年 压孙悟空于五行山下的真实意图 首先如来说的很明确 无以甚深法力 压在五行山下 才是 在原住第八轨 玉帝下旨让如来过来时 如来却并没有直接镇压孙悟空 而是要给他打个赌 也若有本事 一斤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 算你赢 再不用动刀 兵苦挣扎 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 把天宫让你 若不能打出手掌 你还下戒为妖 再休几节 却来争吵 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你翻出我的右手掌 玉帝位置就让你坐 如果翻不过 下戒再操练操练 咱们再来头 孙悟空当即抓住问题关键 你能坐得玉帝的主 如来微笑着达到 坐得坐得 在往期文章中 蜗牛就给大家分析过 如来这样做 其实是犯了大忌的 上级的位置 岂能让你当儿戏搞赌注 哪怕你有十足的把握 也是不行的 孙悟空身高1.33米 而如来手掌只有颗叶大小 孙悟空横着一趟 都能跳出他手掌心 但是他怎么做的呢 便小心掌 然后翻筋斗云 由于失去了对外界的判断 所以他勿把五根手指当成天的柱子 最终打赌失败 可是 如来也没遵守下戒为妖 再来争吵的承诺 而是一个巴掌 把他压在了五行膳下 回头看孙悟空成佛时 如来说的话 其实是向他揭秘 我就是要弄你 大度 只不过是调戏你一番而已 就是你翻出了手掌 也是要压你于五行山的 其次 如来明确告诉孙悟空 敬天在满足 归于世教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在告诉孙悟空 如果不打眼归佛门 不答应宝唐僧取经 那观的 可就不是五百年了 可能五千年 五万年都有可能 其实也好理解 玉帝本意是让孙悟空消失的 如来用手段 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 可不是一些人说的 为了保护他 而是要拿他为自己所有 如果孙悟空不答应去取经 那就没用处 孙悟空最终的命运 不是永远被关押 就是悄悄被死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